大家好,欢迎又回到了Python的学习当中来 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下Python当中的 怎么去定义一个函数 说到函数呢就是说你要把一连串的功能 加在你的脚本里面 然后用简单的一个语句去调用那个功能 那么就是你可能会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能 那个函数但是实际上那个函数 或是可以被很多不同的地方或者不同的其他文件去调用的 那今天我们就开始讲一下基本的一个函数 首先呢那个 Python当中 Python当中怎么去定义一个函数呢 你可能想要在脚本里面写说 比如说A等于1然后B等于2 然后C等于A加B 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脚本嘛 简单一个scrub 那然后你想在这个scrub的输出就是输出C 那我们如果运行这一个简单的脚本的话 就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输出在屏幕上的结果 就是你整个脚本的结果 那如果我想把这个方程呢 这个函数呢 把它定义在一个更小的 或者是更有利用价值的一个方式的话 那我可能就要先定义一下这个函数 或者是这个方程 这个方程 在Python当中的定义函数要以 Def开头 就是一个 define的缩写 就是这个的缩写 英文缩写地方定义 然后定义一个方程 定义一个函数 函数的名字在后面 然后函数呢 它可能会包含一些质变量 比如说如果我想定义C这个函数 C等于A加B 那它可能就会包含A或者B 它可能会这样子 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出现 我输入一个函数 然后它会调用A和B 来进行这样一个运算 来进行这样一个运算 但是在这一节Tutorial里面 在这一节教程里面 我们会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介绍 然后所有的函数里面 这个function里面的东西呢 一定要是在 你看四个空格 四个空格以后 所有的这一个区间的内容 有每一格都有四个空格 四个空格 这些东西呢 才会是属于这个函数的 其他所有没有四个空格的 或者是我们就会说是在这个函数以外的东西 那这一堆东西的话 它就不是这一个函数的一些功能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写函数的时候 我一时注意后面有一个冒号 然后这边有一个括号 对于它的一些 这边这样有一个括号 然后后面跟着一个冒号 冒号下面函数下面的话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格式 每一个都有四个空格 这样才会是定义这个函数内部的一些功能 然后呢 我们如果 最简单的print 这个函数就是为了print一段东西 this is a function 说错了 单引号 然后呢 我可以定义一个值 a等于whatever 1 plus 2 然后再print a 好 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最简单一个函数的定义 然后呢 我们如果直接运行这一个脚本 没有任何忽略上面的东西 忽略上面的东西 我们是从这边开始的 这边的话就没有任何的输出 是吧 为什么呢 很多人就想问 为什么我已经定义好了一个函数 但是没有实际上运行的时候 没有任何输出呢 那是因为你虽然定义好了它 但是你还没有调用这个函数 在python当中你定义好一个函数 不一定是你会运行到这个函数 你要真正意义上的调用这个函数 才会运行 那怎么样调用呢 我们就可以要 可以打出函数的这个名字function 因为我们在这里边定义了function 然后包含这边的一个括号 那这个function它是 在python当中的function函数的话 一定要是一个命名加上括号才是函数 那我们回车以后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这边function有个c 那我调用function的话 你看它就可以print在屏幕上 this is a function 然后它会把a的值print出来 那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函数调用 或者呢 你如果在脚本里面直接调用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打 那就是在函数里面 我们定义好的一个函数 然后再在函数外面 我们开始在脚本里面直接运行这个函数 那最后的结果呢 就会是 你看它又print了一遍 this is a function 3 就是这一次我们运行当中 是从脚本里面直接运行函数的 那么这就是今天一个简单的教程 如何如何定义函数 然后在之后的教程当中呢 我们会说到如何在函数里面加上质变量 如何在函数里面实现返回一个值或者什么东西 那如果你喜欢这一段视频或喜欢这一段教学呢 请你点一个赞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今后的视频当中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都可以在下面的评论窗口里面 进行评论 然后我可能会 我应该会有时间的话都会回复